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今天就来教大家怎么样来买无线路由器 150M、300M、450M的路由器应该怎么选择呢 其实这些是路由器理论上局域网的最大传输速率 在现实生活当中考虑到复杂的电磁环境 同频段的干扰、路由器的距离、无线加密等因素 它们的实际传输速度要比写在盒子上的理论值缩水 60%到80% 然而中国网速的发展远跟不上路由器的发展速度 所以如果你用的是20M以下的宽带 直接买个450M的就够用了 如果是百兆光纤 相信你已经用上了下面介绍的路由器 好多厂商宣传自己的产品是5G Wi-Fi路由器 它有啥好的呢 简单来说就是干扰少速度快 看见802.11这一行小字后面的字母了吗 如果是B或G 那么路由器只支持2.4G的频段 如果是N 那么就可以做到既支持2.4又支持5G 如果是AC就只支持5G 2.4就像限速60的两车道 AC上的5G简直就是限速120的4车道 速度杠杠地 然而5G Wi-Fi并不完美 一是兼容性的问题 不光路由器要支持AC 你的手机电脑也需要支持5G Wi-Fi 才可以发挥效果 二是论穿墙效果 2.4G可是比5G强多了 在家里你总不会抱着路由器上网吧 所以市面上支持5G的 也都兼容了2.4的双屏路由器 现在的路由器满头都是天线 好像蜘蛛精一样 但是有一些全新年的厂商 为了美观或是唬人会用假天线 还有一些厂商会使用内置天线 所以只看天线术是没有用的 下单之前还是先看看介绍 千万不要被外形唬住 网速还得要看内涵呢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2分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